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于这期我们聊下辽宁男男 最近辽宁男男的故事有些多 张正林在美国特训,郭艾伦提出了转会申请 王华东转会到了福建男男,刘志生去了江苏队 所以上个赛季的总冠军阵容现在已经搞得分分离析 所以这些情况让我们感觉对辽宁队下个赛季的未免有一些担忧 不过最近李小旭是和球队签订了两年的续约活动 暂时稳定住了辽宁队的球队的军心 大家都知道李小旭已经在CBA打了15年 这15年都是代表一个球队,辽宁队 他是辽宁队最忠诚的球员,可以这样说 如果再加上这两年的话是17年 还不包括这两年之后 李小旭如果状态保持的好的话 还是可以和球队许约 李小旭虽然受过大伤 但是他的状态还保持的不错 上个赛季也成为辽宁队夺冠的一个重要的功臣 虽然他不如以前能跑能跳 但是他的经验,但是他的篮板意识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呢,辽宁队还是要老将作证 像李小旭这样的魔兽派的打法 对于辽宁队的帮助非常大 李小旭其实家庆非常的优越 他并不缺钱 看从始到终,辽宁队也没有给李小旭一个顶薪合同 可能真的李小旭不在乎这点钱 他只在乎篮球 他是非常热爱篮球的 要不然李小旭早就退役 可以进入到辽兰的教练组 或者回家继承自己家族的生意 他的选择是多方面的 但是李小旭目前还是要坚持在辽宁队打球 可以看出他对篮球的热爱 对辽宁队的热爱 所以我们希望辽宁队能够真正下个赛季 把李小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这是一位和球队真正产生爱的一个球员 所以希望李小旭的状态也能保持得非常好 在多达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 让我们一直记住辽宁队的李小旭这名球员 确实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一位球员 踏实 低调 内敛 冲不张扬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